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前不变的是光明和希望 再尖锐的噪音也无法打断已经响起的旋律 仍在舞蹈就是我的态度 刚刚看那个舞蹈的时候 我觉得很像苏氏的诗 公子只因剑化 此中我独知今 意思就是 这个男孩应该是只能沉在一块里的 我欢迎到来的新面孔 也不为离别感到遗憾 让我们要恭喜的是白龙朱正平和公子刘宇 顺利进入 抖音谋面舞王第三集的荣耀终极盛典之夜 恭喜两位 每一支舞 就是前行的每一步 不急 不缓 不必争抢着 追赶什么 也不必刻意放慢脚步 好好把握自己的节奏 不再需要证明什么 此刻 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样子 我叫朱涵 曾经在北京歌剧舞卷是一名领先主演 今天支持我的构思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就是知音 我们俩都有一抹红 这个红色代表我们互相吸引 看到彼此的热情的一抹红 说明我们是同频的 只有在同频共振下 还能产生知音的那种共振 你一起练舞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没什么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公子让我很意外地感觉到 他又长功了 那么长时间在忙各种的综艺 但是他依然还能够长功 因为给的时间也不长 公子要准备很多的作品 这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双二五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任务包括他的技术 他的配合 他的节奏 他的表演 他的舞台的各个方面的种种的客服 这也是公子完成最辛苦的一支舞蹈 但是我相信是他跳起来最爽的一支舞蹈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还是非常信任他 接好了 麻辣兔头 小龙虾 还有一盘盐水鸭 现在你们在这里叽叽上的节奏 你自己咬咬 待会儿给我统统打包回家 不跳舞的时候 我是翩翩公子 跳起舞来 我浑身带刺 现在 让你耍耍嘴皮子 但是今天就让你止步于此 对舞台最大的尊重 就是全力以赴 所以今天这个位置 就让给你们了 王子 不说不代表我不想赢 总决赛 我先走一步为敬 所以你当时看《公子伴遮面》的时候 你比较认可他吗 我是非常认可他 我可以说就是今晚 这么多作品当中 除了我的以外 我是最欣赏他的作品的 他可以在就是 街舞比较流行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去 宣扬传统舞蹈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 《公子伴遮面》的舞台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境 非常美 我觉得他的舞台 把道具运用得很好 他做了一些技巧 这个能看出来 他也是一个基本功 非常扎实的一个艺人 然后他这个舞台 我觉得除了美之外 我也有感受到 他想传递的那一种悲凉感 其实是有感染到我的 我觉得这个舞蹈 我是做不来的 还是挺尊重他这个舞台的 是挺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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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有什么问题 尽管来吧 难度不是很难 因为相对于我第一期 还有第二期的比赛来说 这个动作会相对简单一点 这是第几支 我想一下 第一期两支 对吧 这第一期一支 第一期 第一期几支 第一期一支 第二期两支 第三期是一支 第二期一支 对 其实学了四支 其实学 然后今天是第五支 然后晚上还学第六支 你压力这么大的时候 有什么排解的方法 我压力不大 所以我不需要排解 啊 如果可以休息几天 就想做什么事情了 可能是 和我的队友一起聊天 因为昨天晚上 我回宿舍住了 然后我就和他们聊了很久很久 就觉得朋友之间的陪伴 是非常重要的 总有时间有休息嘛 但是和朋友之间的陪伴 本来就是一天一天在减少 因为我们就是两年的限定团 所以很长 离开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就会想他们 就是你每天回到家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是 每天结束 你跟回到处之后 还是会和你 就是笑着 会聊天 那还是会聊天 对 感觉 我们每天回家 就能看到他们 然后就感觉 好温暖 不管 但下一个天啊 我都看我感慨的照片 送我号码 一直问我飞的头啊 懂得 下一个天啊 等下一个天啊 把都帮我感慨的照片 送我号码 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